第1法 应该双座 伽佛座 或者是伴伽佛座也可以 然后第2法 你两树做等应 做等应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是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4个 经部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5个 尖碧后仗或者素仗 第6个 就是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7个 就是舌头 地上上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素食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坐一会儿 就是右树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树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树的话 就是三国金刚树银 压着坐笔以后 从右鼻孔当中出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白色的气体的形象 往外排出三次气 在右手的话呢 左树就是做金刚圈 也是压着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树可以说压住右鼻 从左鼻孔当中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始以来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泣地的方式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双速度做金刚圈压着大腿的根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 以痴心为主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泣地的方式来往外排出 这样就是排三次气 开始念的修命法 还有这个延祈舟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降测 音乐 三次的声音 三次的声音乐 这种墙进声 四Jam towers 从旋徒 禹讀 backed 三次声音乐 三次成jsk 一这种 visible 只是 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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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的恭敬心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念上师的祈祷文一般来讲念二十一遍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合掌前面观想上师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你用非常强烈的信息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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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完的衣服的话,上师融入了光,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这种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行事,也不引致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他这里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怨恨的敌人,对着我拿着武器, 然后不管是什么棍棒啊,长刀,以及其他的一些各种兵器, 他拿来以后对我进行损害,在我的身上可能出现伤害, 然后依靠这样的伤口,我就非常的痛苦。 这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在外面打架的时候, 打架的时候经常遇到别人的殴打,在这个时候一般来讲, 不是一个真正的大乘修行人,恐怕这个人不一定能受得了, 而且今天无缘无故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因缘也好, 凡是别人拿着棍棒,把你的身体本身吹过, 或者打得非常痛的话,你就感觉今天用这个棍棒, 你这个敌人用这棍棒来开始打我,打我我就实在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别人用这种兵器来打我的话, 那我的身体当中产生了极大的难忍的痛苦, 所以我觉得实在接受不了,但是我们如果详细观察, 当然怨恨的敌人,他有他的过错, 但是你自身来讲,也有你的过失,为什么呢? 今天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你的相续当中产生痛苦的主要来源, 我们依靠智慧来进行分析,有两种原因,有一种原因确实是对方, 对方用他的嗔恨性引发的力量下, 然后拿着棍棒挡这些兵器来进行对你摧残殴打, 这是别人的这种错误,但是还有一种因缘的话, 我自己也是提供自己的身体,如果我没有拿着身体的话, 那别人也是没办法打,打到这个虚空当中一样的, 就是没有办法打的,所以别人拿着武器来打, 拿着那种棍棒挡这些兵器来打的, 然后我自己拿出这样的一种很容易摧毁的身体, 就是我就提供那个身体,这样刚才痛苦的来源实际上有两种, 一个就是敌人拿出的棍棒,然后一个就是我自己拿出我的身体, 而依靠这两个因缘聚合以后,就产生身体的殊胜, 或者是产生你相续当中的痛苦,那么这样一来, 这个痛苦的来源对敌人也有关系,对你自己也有关系, 这样一来,我把敌人单独列出来,然后对他进行生嗔恨性, 然后想一定要报仇,一定要我要还手不可,有这样的心态, 可是反过来说,对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怨言, 也没有打算害自己的身体,从来像都不像, 就是我自己的身体也是在痛苦上面提供一定的方便, 没有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众生的一些愚痴的想法, 应该说是值得需要剖析的,当然我们世间当中可能很多人都不会这样说的, 这个为什么,因为别人是故意拿着滚棒进行害你的, 你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东西,别人要明明害你的话, 那你怎么会对别人不生气呢,因为别人是特意害你的,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害我以后, 我主要不愿意接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身体产生痛苦, 这个痛苦的来源,的的确确就是有两种, 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一个是别人的病气,这样一来, 那么就像我们依靠地水火风,依靠种种因缘产生妙药, 产生妙药的时候,我们对其中的一个因缘单独拿出来, 对他生嗔恨心,然后其他不愿他的话,合不合理, 我们说你这个地大对产生妙药其大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们对他恨之如故,合不合理, 就是这个世间当中也是不合理, 所以我们在这个作者,他这里主要是通过非常尖锐的智慧, 立正进行破析,说是我们对这个怨恨的敌人, 哪怕是他拿着这个棍棒来,就是狠狠地打一顿我, 完了以后,我就是不应该生气, 如果我要生气,我又要怪自己,又要怪这个原地, 这样的话,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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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苦的来源就是敌人和我 对我们两者都有这个责任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一个颂词当中 所有的这些痛苦和来源不怪敌人 应该是怪我自己 怪我的身体那么脆弱 主要是把所有的这些过患拿到自成来进行分析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这种身体就像是 像是人的这种形象那样的 就是一些农床或者是一些黄水等等 这些水泡一样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他稍微接触任何一个东西就不能堪忍的 很容易产生痛苦的 特别脆弱的一种身体 我看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体真的跟身上结弄和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如果身上结弄的话 别人就是稍微窗一点的话那我们就啊 就是不要碰到我 我这个地方有伤口 我这个地方有结弄啊 等等 就是很多人都特别注意的 其实一样的 我们现在得到的身体的话 的的确确是别人说一点也不行 就马上就不行了 然后别人稍微就胖一点 别人稍微对他进行损害的话 自己死在是忍 没办法忍受 就像我们前面 什么伪赃的鬼啊 或者是脑肉一样 就是人耐心非常弱的 这种人就是我们现在反复的人的心态 那么这个人的心态 跟现在的这种肉体有一定的关系 因此现在我们的这种身体 只要稍稍地给他捧疮 稍稍地协助的话 实在是无法堪忍的 以前麦芬仁波切也是说过 稍稍地这种活性也不能堪忍 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热的时候 就是太阳稍微强了一点 火稍微接近一点 就没办法 特别热 堪忍不了的 然后稍微冷的时候 外面稍微吹风 或者是一地雨等等 这个也是忍受不了的 所以我们现在接受的这种身体 应该说是质量不是很好的 稍微碰就马上烂了 稍微碰就马上要生气了 马上要起其他的反应 所以说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得到 这么非常不好的身体 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执着的表情 虽然它的质量很差 但是我们没有执着的话 它可能不会这么痛苦 可是我们无始以来的 以取舍的这种智慧的眼眸已经失去了 没有真正的慧眼 然后我们像麻木一般的 把这样不净的肉体 只为我所 然后一直紧紧地抓住 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乌云等等 就是这样来进行贪执 这样贪执以后 我今生当中 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害 这一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 意思是什么呢 一方面是怪自己的我智 一方面就是怪自己 得到这么差的身体 是吗 对不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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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欢爱我 很喜欢像我最近的这些ristne 好吗 这些给产生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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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明业力之过失 他这里首先就是说我们愚昧无知的这些凡夫人 凡夫人不管是任何环境里 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接受身体上的痛苦 大家都想过得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 大家都有这样的心态 可是凡夫人有个大的毛病 就是他虽然想喜欢快乐地过 但是他的想法和行为 往往都是背道而驰 而他所做的事情 经常造痛苦的因 当然有了痛苦的因 那么就是产生他的苦果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 这是无则不生的一种自然现象 因此凡夫人经常心里面都是想是 获得快乐 可是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也是很多人杀生 偷盗 邪淫 以及造各种各样的佛制罪和自行罪 造了这样的种种罪以后 他的果就像是造毒药的种子 那么产生毒药 这一点也是自然的因果的一种法则 所以说一定会产生 各种各样的痛苦 那么这些痛苦的来源 应该说是依靠自己的过失 往昔自己害过别人 往昔毁谤过别人 往昔经常自己的 行为不如法的原因 今生当中别人害你 别人害你的时候 你就开始产生嗔恨心 可是你真正有智慧的人 真正有良心的人 观察自己的前世和今世的 所作所为 所信所言 那么就很清楚地认识到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根本没有别的错误 在我们世俗当中 因果完全是不虚的 不虚因果的规律上 任何理证和任何教证 不会有任何危害的 所以说我想说 我们有个别的一些 从小都是在这方面 尤其是因果前世后世等方面 穿习的不是特别好的人 经常要产生这些邪见 但是这个邪见只能坏你自己 整个佛教的本来面目 也是不会有损害的 然后整个这些规律 像你这样的 骷髅光纹的智慧也不会拨持的 但是只是坏自己 因此愚者 往往都是用分别念坐牵自伏 应该说自己把自己困服了 所以我想我们凡是 懂得因果规律的人都应该清楚 以前《佛陀在夜报差别经》 当中也是这样说的 一切众生息数欲业 一直欲业 生之夜转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世间上的所有的众生 都是在业的范围当中 与业有一定关系 然后一切众生的业 应该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 都有不同的关系 随着业而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费音乐 不知道 嗯 好 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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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里就是说 我们用比喻来可以说明 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到了恶业之后 就是转生到地狱当中 那么不管是八热地狱 八汗地狱 还有金边 孤独地狱 以及真理所讲的坚引力 还有汤威康等等 五坦河等等 地狱的这种形象是各种各样的 那么我们如果堕入到地狱里面的话 那地狱里面的这些各种马途牛途的一些非常可怕的 面目凶残的这些沿路族啊 就是这个月族也是成见上万的 然后呢当我们到那个什么铁州山啊 在这里面也是有 铁身钢罪的一些各种诸俗啊 还有蒙俗啊 以及铁男铁女等等 各种可怕的一些众生 那这些众生呢 应该说是刚才造恶业的人 他自己的这种业力 就是他的业力就是现前的 并不是说是我们前面所学的一样的 就是真正是在地狱当中 专门有一些什么兵器啊 就是有专门这么多的人啊 住职啊 就是没有这样的 应该说是众生自己的这种业力 就是现前一些恐怖的面向 在当时感受痛苦的地狱的人 他在外面的这些印象呢 实实实实在在地存在 就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有时候恐怖的一些景象的的确确是 外面是以无弃法的方式 或者是以人和非人的方式来存在 但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 迷乱的意识的一种现象而已 同样的道理 现在我们在人间的时候 大家有时候也是看到一些敌人的现象 看到一些原地的现象 应该说是你自己的这种心是不清净 让自己的业力现前 可以这样说业力现前 从来讲 他这里也是说了 说是地狱的所有的现象 也是自己的业感现前的 就是自己的业力现前的 那么对随七全恒心 龙猛菩萨的菩提心事当中 也是说了 我们感受地狱 旁生恶鬼的这种痛苦 全部是自己曾经害过众生的业力 而现前的 这些现前全部是我们以前 害过众生的业力而现前的 因为我要所真是被招致的业力而有所谓的 而且它是不公共的有所谓者的业力而入口 作为有几笔的业力而入口 作为对障礁的度和对障礁的辅运 没有什么美国绝对障礁的走两者 也必须是若总是破坏的 您必须有任何支援的 所以那我们的业力衢运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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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宣说嗔恨者编导这个理由 就是嗔恨的这种 我们认为别人害我 实际上不是我们害别人的 不是别人害我的 我应该是害了别人的 下面我们讲这个道理 所以说应法 名他损了我 因此如堕欲 岂非误害他 那么这个 比如说我们平时遇到一些不悦意的对境 就是怨恨的敌人等等 他就开始进行对你做损害的事情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原来都始终认为是 我在这里好好地坐着 让别人故意就害我 就是别人害我的 我不是害别人这样想的 但这是也没有经过详细观察的一种想法而已 实际上别人害我并不是没有来源的 应该说我以前害过他 所以这个树叶现在成熟 成熟之后 他就开始动摇敌人 然后他开始来对我进行加害 因为我以前没有害过的话 那么我即生当中 不可能陷在他面前 因此第一个 我因为以前害过他 所以依靠这种业力 敌人的这种相续开始波动 如果我没有害过的话 那么敌人不会生气的 因为我以前害过 现在我的有些语言和现在我的有些行为 他就接受过了 他开始生起嗔恨心 后来我就通过这种因法 他才对我进行损害 而最后就是依靠我 因为敌人依靠我 而他生残恨心 同时他也可能做了很多的 恶打或者诽谤等等 不如法的行为 这样过后他造了恶业 而堕入恶趣者 而堕入义趣的话 那么实际上我害了别人 并不是别人害了我的 我依靠敌人 修安忍的话 不一定害到我的 因此大家在以后 遇到这种生活当中的时候 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毁谤 小小的一些愿望 这些都是应该几两个方面来想的 如果真的要想一些因果 有时候我们很多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非常的奇怪 你真正的一些语言和这些前后 全部造的话 好像空中的控股神一样 根本造不到一个根据 但是这种语言 十二经常传来 受毁谤 受怨言 很多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的 这这个原因 我们怎么样去寻找也不一定造得到 自己好好地忏悔 有时候觉得 看到别人亲自害你的话 我肯定曾经是害过他的 那么今生当中好好地忏悔 然后自己受到各种不顺对境的时候 遇到各种不顺对境的时候 自己也是尽量忏悔自己以前的业上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感谢你好 感谢然后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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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